大家好今天呢我过来这边抓鱼 然后这里呢就是一条河了 现在呢已经干了 这条河了我已经等了两年了 两年没干了我终于等到了 然后现在挤上一个一个坑的了 哎哎哎哎哎罗飞 罗飞 对吧够大吗 哎爬地狗呢 这些种爬地狗了 来我们去前面那里 那边有一个没那么多水的 你看这里还有一条河的 哎呦到罗飞有一条啊 是吗 嗯 嗯 嗯 爽啊 爬地狗呢 爬地狗 下这样子呢 这种呢 为什么我要戴个头套呢 因为我养了几天了 然后现在刚好 为了不吸收外面的那些冷风 免得它又不养这样子 这下子这里面 罗飞都比较少的吧 刚抓了两条三条小罗飞出来 漂亮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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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看大罗飞出来了 很多鱼 那些鲰鱼啊 其他乱七八糟的大鱼都被别人过来垫了 然后我们呢就是刚好来抓这些小鱼就OK了 哎这条不知道是什么鱼 哦 哎呦好看哦 这条啊 这条你看野生货 我去 这野生货 哦 真漂亮 刚才刚才在那一边也有一条那么大的这种啊 看不会死得那么快啊这种 这种拿来冷天烧烤 哎呦真是漂亮哦 这是什么鱼多呢 鲫鱼 鲫鱼也有 鲫鱼也蛮多的啊 但是鲫鱼它不算大 虾也捞了 哎呦这条虾 鲫鱼也蛮多的啊 哎呦石灵 哎呀 鲫鱼 哎鲫鱼蛮多的 鲫鱼都不知道拿回来干嘛啊 这么小的鲫鱼啊 怎么动 鲫鱼这条鲫鱼呢 这条鲫鱼呢 这条鲫鱼呦 哎呦这蝦 虾 这虾 虾也很多 哎呦哦哦哦 我的天呆 我们不抓他也会干旱 然后他就死光了啊 因为每年到这个时候啊 他就没有鱼水的 在我们这一边呢 要是这个河干了以后呢 像这种小坑啊 我们来泼几下水啊 就可以找到很多的 那个小鱼拿回去炸着吃了 哎哟 哎呦 哎呦 要干了哦 哎差不多了 为什么不弄搞得浪啊 那我喂 哎呦 到这边 十灵 哦 十灵 一大 很大条链的虾 还有这种 哦 哇哦 沙尿尿尿 现在我们干这一个 今天我们弄这几个小的 然后明天我们去到那边去弄那个 水比较深 然后比较长 那里应该鱼比这边还要多 因为那边水最深的位置 在这里一条粘鱼 两条粘鱼 不大呢 这种啊 在这这条河 那粘鱼最大就这样子的吧 反正我这几年在这里抓到 都是这么大的 它没超过一斤啊 这样子的 奇怪哦 这一条下去 这水的也不是很深 但是呢 泥很深 那个泥啊 大概有 70公分 那么深啊 这个坑抽一个松 一个钟 搞定了 这个坑 现在呢 我们要回去了 给大家看一下鱼货 这种坑 这种坑不是很大的坑哦 这也那么多啊 然后长长了一个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啊 我们下期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